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全能的AD选手 就也会法和也会这种常规AD 就非常厉害 就感觉他们打线和团队预言都非常熟悉 我觉得东北的话就 他感觉平常还是挺幽默的 然后游戏里面感觉还是打得挺凶的那种 就打得很进攻性很强这样 我觉得对战V5的下属组合的话 不知道他们上哪个AD吗 如果他们上的是韩国AD的话 其实感觉他们的沟通 应该是没有我们这边好 因为V5的语言能力很强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V4的话 我觉得感觉我们现在中谈版好的 我觉得应该比他们打得好这样 那这个开野路线对南枪来说很难受啊 诶 诶 这还要进来看一下 Q加肥基两个人 完了 外风俊连 被打出一个电疆 然后挂了一个点燃 还要追 美口应该在等自己的Q技能 我这CD太长了 这一波 哎呦 怎么直接动日女 又打一个电疆 打半线直接 四级打三级 看南枪能不能秒掉 微微速度得快 插一枪 陈剑 打到了四级 而且小冬被开狼头过来 能吵到吗 直接逼出一个闪线 这一只冲拳也没有冲到 枪空下河线 两边这波要打一波4V4了 上路都有提 可能会打成5V5 这波要争帝王线了 但是EDG的位置 并不是特别好 看一下 这边有纸 没有纸到 接近没有闪线的 可能要死了 南枪拿到一血 这个位置 一滴机 南枪双杀 还要追 位置实在有点差 这波打下来 南枪就飞起来了 这波不仅是南枪回来 而且下路感觉也解放了 闪线W 这个位置是 逼不闪线 三强哥一个回力标 减下数 看着局面 直接给弹活了 这个闪线 也想要一无地儿 但是被 MACO给挡住了 不过在前期这个时候 南枪的作战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小东北这个太果断了 冲下 冲到 这边叫了冲拳 Q一下 大招拉回来 小东北没有闪线 小东北这个位置 有一点点危险 切切 太 太晕 这个位置要正义逃跑 但是逃不了了 而且这边 感觉微微也不能继续打了 海克斯闪 出来想要二连 但是WFO刚好 把这边给拉开了 这个位置 MACO有一点点危险 自己是没有闪线的 被点一下 自己应该逃不掉了 差一下 能点到吗 Y4 点到了 小东北点 点到 先让WFO拿了下来 但BIPER想打吗 打出一个电章 但不敢上了 PPGAD的技能已经好了 这波改PPGAD想上 没指到 回头指 没指到 BIPER也六级了 想操作 两边都想操作 但很难操作 PPGAD的大招 大招指一下 躲 再大招 没中 闪线Q拍晕 不过 好像能杀 看小东北怎么都上 可以冲拳 然后开狼头西 还在等 还在等 Scout的位置 顶起来了 冲下 冲起来 想先躲掉 再跟大招拉回来 接接有闪 直接有闪 直接闪 拍晕 凤凰一 一个火拳 直接烧死 想动 南枪 这个位置 先QQ起来 过来 拍下 拍到 大家来 一个大招 还终于撕血 比较的是 利用直接闪 这家大招拉开了身位 进来的是一个牛头 进来的是一个 日女和一个家里奥 这波这两个人都非常肉 但是第一波输出 打完之后 还有加速跟上 美国这个闪 现把两个队友都定住了 白粉 最后飞上来 再加一个闪 现逃反 这这个位置 有点难跑啊 虽然是风龙地形 但是别人也有风龙地形啊 跑得很快 Y是收下了 Viper 刚才这波没死 实在太关键了 刚这个南枪 被塞纳大招救下来了呀 这就是盾弓的好处啊 打下来一个盾弓 然后一个魔法盾 再来一个塞纳的护盾 硬直没死 这把队友太能 太能救了 而且这两个人很肉 一个日女 一个小东北 这波太尴尬了 说实话 Viper主要自己 刚直接闪下去好了 想操作 想开 炼金冠开起来 杰杰闪现 拍晕 男枪 把条接个大招拉回去 多空出发 能吸起来吗 好像伤害有点不够 我这边 Viper跑了 终于再见 哎呦 一下平安 对 因为他确实没视角 你在他们的第一视 第一视角里面看的时候 这个时候后面有个TP 想来想 小东北直接正义逃跑 英雄逃跑 走 但是在等队友 少一下 来了 这位应该要动 薇薇 哎 这个位置 要动一下 薇薇 准备拍到墙上 拍了两个人 佳辽直播下来 英雄登场 存一下 垂到是一个那儿 这个时候再不动 可能就不太好了 八条有个球 阻挡一下对面的技能 哎 拍一下 拍到 还有个佳辽 二连顶下 这个位置 小东北 这个位置有一点点危险 原地开了一个金身 八条打招拉 下拉到两个人 但是旁边的UTR 是已经阵亡了 这位老星 金泽波切后盘 现在很帅 直接把双C牵制住了 假料再一个嘲讽 逼出了Scout的一个闪现 旁边 这个位置 直接闪现 他来打蛋 Scout的下一个球好了 这次他 一把挺A 微微收掉这个人头 留下布兰佐 布兰佐 一丝血 皮兰一下 能打一个三环了 没有A出来 还没到稳名的那个局势 因为真的 要说团战的话 八条还是有一 垂定的能力 对 看一下这波 这波团战 看一下鳄语的位置 打着拉下 拉两个 小东北的精神 是没有拉到 鳄语在后面 硬是单贴 把硬件双C给逼走 把后面歪过 这波闪现点也很帅 硬是 一个 一个人打双C 这说顿攻的南疆 一直 一直吸 一直吸 还行吧 AD的 是这样 直下 直到 队友根本不在啊 皮皮大的 这么开的有点联想 不过加量一个大招下来 打得不错 旁边这个位置 想要去找一下 高的高原地 开出一个精神 这个应该位置 应该是没有办法走了 自己是没有闪现的 那这个大龙拿下来的话 V5下就优势特别大了 可以进行一个分推 想能守一守 其实左边的推进能力也挺强 这个皮皮尬的 有点果断啊 但感觉这个 牛头的顶是不是有点 帮到了这边的加量进场 而且后面差不多 外面是被一个加量单切的 这个加量发育都不是特别好 中间给一个加量的大招 一滴是很难反打 又来了 狼头一开 要开美口 美口被定到了 原地开一个大招 但是动不了啊 控制太多了 交出一个闪现之后 队友在边上能救下来吗 安宁较原 还有最后一次 被点燙死了 还让鱼杆给烫死了 发掉大招 拉三个 但是没有输出跟上了 而且他还是有大招的 还在等 还在等一滴的人出来 踢了 直接踢后面的眼睛 想开团 正面也开得起来 比出斯高的一个闪现 第三郎附近 这个位置要留下节节 但节节跑得非常快 后排这边 小东北的开团失败 我正面 威威 追上了圣香哥 威威自己有点危险 一个大招 拉一下距离 直接把圣香哥收掉之后 正面传人还在继续 皮皮嘎的往前 只累一下 狼行也往前 虽然这个二连连的不错 但是没有输出跟上了 美口这个位置也非常的危险 第二位队友卖掉了 南枪拿下一个双杀之后 队友还要追 大招 这个大招 虽然拉得不错 但是 哇 斯高特这边 一网狂澜 手下来的那个精神拖一下 白头在左边输出 在一个大招拉整距离 但没有办法了 很难打这波团战 还要收 哇 白头还在秀 等不等 等不等八条 不等了 直接拿 这个表表 下面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下这波回放 第一 第一波团战打下来 威武绝对是转的 三颗阵争亡之后 主要后续的追击 给一滴机找到机会了 这一波上来 本来打到这里 差不多都是转的 但是 对 还有硬追 看一下 斯高特这波操作 一个大招 有两个 拉两枪 那一滴机 看一下这波双龙 会能做多少事情吧 那其实双龙会拿到 一滴机稍微 最后的十秒钟进攻 我觉得威武可以在这个 远古龙结束的瞬间开 威武打船是能赢的 嘲讽一下 旁边一个大招 这边没有定到 而且这个那儿开 开到两个人 回头一个暗影疗原 这边是先加上一个 加牛 然后切到后面 但是好像切不掉人啊 地缘地开了一个金身 旁边虽然收到一个牛头 但是正面狼行 应该是导架 打出了一个复活甲 而且节节无敌啊 从四个人 三个人中间跑了出来 没有问题 艾卡西亚暴雨 歪法收下了狼行的人头 下路上路这波高地 感觉一滴机 有机会可以推一下的 开箱猜 我们注意一下 歪法这个时候 还有双招 还有一个大 是还有一个大招的 斯高特踢下来 想一波了 这个是 提问一下 这边想打人家 威威的雪量 威威的雪量 下得非常低 歪法赶紧奶一口 一波不了啊 冷静一下 真的需要冷静一下 但是他们好像就是要抽 下一波超级兵来了 就是要一波 不冷静了 赢一波 胜强哥可以变大了 开箱什么时候进场 而且他大招已经好了 门牙塔 双队的状态都还不错 点掉了一颗门牙塔 伊丽金还要讲 这些闪电大招 拉下 第一次闪电 排到两个人 排到两个人 有点点危险 被打出了一个复活甲 而且边上的歪法 已经把南枪给处理掉了 这一个 这个英雄登场 好像并不能够阻止 伊丽金的推进 小东北就一个人了 翻牌做一次选 都走了 套着一个队 直接拆开 伊丽金翻盘了 伊丽金翻盘了